好的 感谢狂人精彩的采访 在QG Happy对阵RNGM这场比赛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说的非常多 那么在今天最后一场复盘环节 将由我为大家进行复盘 我是解说瓶子 我们来看一下QG Happy和RNGM 今天交战的三场比赛 最关键和最好看的一场比赛 以及最耐人寻味的一场比赛 就在第二场比赛 这个小局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俗话说得好 陈也萧何 败也萧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整个屏幕当中的主角 Fly 来 给个高亮 就是他 双料MVP 之所以QG Happy能够在第二局的比赛 进攻到敌方的高地 就是因为有Fly的单人追击 可是有一点 也是因为Fly 才让QG Happy陷入到目前为止 最为尴尬的局面 让RNGM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了 看一下啊 接下来的一个团战就是关键了 就是这里 从天而降的一只纳可露露 带着复活甲 以一己之力吃到了QG Happy 仅存的四人全部的技能和伤害 这一个复活甲可以说是真的不亏 价值万金 而倒地之后的纳可露露呢 又秒换了明刀 站起来之后又再次吃到了 不知活物一套全部的技能 这一套技能 这一个明刀帮助了什么 帮助了自己家的诸葛亮复活 帮助了孙上香复活 而我们知道诸葛亮和孙上香复活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掉了中路的第一波 这一波兵线 兵线清完之后才能够保证 这一波极限的反推守住了 而我们可以看一下 两个关键点人物 这两个人 孙上香和诸葛亮 他们自身是携带着复活甲的 而且都做到了一点 就是孙上香和纳可露露一样 阵亡之后秒换了明刀 这才能够在对抗 KPL顶尖射手刺痛的时候 将其反杀 接下来的这个镜头 就如同大家所见 也是之前在比赛场上 李久说的那样 QG Happy虽然是人多 但是还是不敌 爆发伤害和超高输出的孙上香 那么这场团战至此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在下路 这一个人 他叫什么 Fly 飞牛 我们在台上可以说 看过他无数次的精彩操作 甚至于在面对East打5人的情况之下 都能够冲动地冲上前去 但是在今天对战RNGM的时候 飞牛却因为一个达摩的牵制 仿佛是没有了一切的念想和 获胜的一个决心 而是只想着去追击达摩 如果我们是换位思考一下 这局比赛如果在最终的高地团战 花木兰在场 他的关键沉默配合孙斌的技能 如果打中了孙上香 是不是孙上香和祝国亮 就没有办法守下这一波关键的团战 甚至于说QG Happy就不会进入第三局 不过没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到了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责任越大 在我们新赛季战志新章之后 也就责任越大 所以希望飞牛和QG Happy 在今天对战RNGM的这场比赛之后 可以好好的去复盘去整理 希望今天RNGM给QG Happy上的这一堂课 能够让QG Happy更加的强大 不过最终说了这么多 还是希望QG Happy能够将他们的双料冠军 和双料MVP的头衔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希望QG Happy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让我们最终再恭喜QG Happy战胜了RNGM 今天的复盘到此结束 让我们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